我們看一段VCR 再回來我們今天正題的討論 如果延期他會去嗎 延期有可能 萬一真的這個颱風的情況 誰也不能預測 所以我們還是先取消以安全為重 今天我們其實主要是在談說 因為取消了明天 我們八八風災的活動 那他今天其實找我們 主要是要問說 那他們颱風準備做得怎麼樣 那這個活動如果明天沒有舉辦的話 是不是延期還是說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因為他還是蠻關心那邊的災民的 然後應該說不是災民 已經現在是我們的農友 他還是蠻關心就是十周年了 那如果說沒有辦活動 那我們有些什麼樣的替代性的做法 是什麼幾趴幾趴 還有說什麼立委怎麼樣 他說那個真是胡說八道 所以雙方確定有見過面嗎 這個部分那個我在問老闆的時候 他並沒有直接的回答我 但是他有說 因為我有跟他詢問一下說 那這個裡面的內容寫了太多 就是什麼幾趴幾趴 還有說什麼立委怎麼樣 他說那個真是胡說八道 不可能有這些事情 在張淑芬那邊有來找過郭董的嗎 他為什麼要來找郭董的嗎 因為現在就是想說 武敦義主席他希望透過張中 跟張淑芬這邊來找郭董 這個部分我們好像早上有稍微 跟他們辦公室確認過 應該是沒有這件事 這個國民黨刊登有史以來 最巨幅的尋人廣告 要尋找郭台銘回家 可是登了老半天 似乎效果並不怎麼顯著 OK 討論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ETW的新聞雲的一個獨家報導 韓國瑜10月即將防美國的華府 他的相關行程已經曝光 國民黨駐美代表處 也在9月提前恢復運作了 因為資金短缺的問題 當初國民黨撤回駐美代表處 但也因為要準備 這一次的2020的總統大選 也不要配合韓國瑜的 所謂二度的訪美前夕 所以已經確定在9月重新開張 而且由前總統府發言人陳以信 來主導相關的這個代表處的業務 國民黨人士透露 韓國瑜在10月的第二次訪美行程中 與僑胞的會面是其次 主要是安排到國務院 和五角大廈就兩岸政策 和台美關係等議題 與美方高層交換意見 說實在這個考試 這個面試會非常的嚴苛 OK 我們把這個新聞 做一個簡單的回溯 上一次高雄因為下大雨 那很多人說 市長你是跑去哪裡去 那時候王潛秋說 韓島省你20小時 他是在南部 可是韓國瑜卻說 他省你20小時是在北部 甚至傳說他是去看他媽媽 就最後揭露是他在台北的老爺酒店 跟他的夫人李嘉芬 還有韓冰他最疼愛的女兒 去見了前國安會秘書長 蘇琪秘書長 可能跟他就叫未來訪美行程安排 以及兩岸 包括大陸政策一些議題 這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要爆一個料 鄭沛芬 鄭姐說 溫家你就公開講 我說的每一個字我都負責 在見面之後的隔天 鄭姐在一個新書發表會的場合 碰到蘇琪秘書長 鄭姐就問蘇琪秘書長說 你的得意門生韓國瑜 這次選總統 你是不是給他很多幫助 他最後講一大堆 有一個結論 蘇琪說 我對韓國瑜的選情 我非常的擔憂 我想找好老師解決問題是對的 但是本身是不是真的 具備一個充分理解 兩岸跟台美關係的一個所謂 政策基礎的一個原則跟架構 才是郝老師能夠發揮的地方 我認為市長在這部分 應該有很多必須積極改善的空間 然後回到現場 施聰兄 大家都知道您是財經專家 那郭董過去也是一個企業界的強人 你跟一般我們做政治評論的人 對郭董的理解可能有不一樣的角度 我們也知道你有很特殊的 隱藏的人脈關係 對郭董有另外一層的解析 OK 目前大家都在講說 郭董的團隊似乎都準備好了 只欠一個東風 這個東風是欠什麼 最近有人講 有的報章就說 他說郭台銘決定是否參選 郭柯結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促進力 我們的民調要贏韓國瑜5到10% 如果按照最近的一些 包括蘋果民調來看 這個郭台銘聯盟已經贏6% 5% 那到底這件事情對於郭台銘董事長 參選的決心跟意志以及行動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真正的實質的推動跟影響 好 我先講 現在目前的國民黨不是要找郭台銘回家嗎 但是我跟大家講 找回他的可能性非常低 因為其實以郭台銘董事長的個性 他是那種有恩必報 有仇了他也絕對不會放過 有仇也不會放過 那他的仇是對誰 他的仇當然我們看到說 其實這個劉發言人自己都有說 他跟韓國瑜之間有心結 那心結來說 包括他們兩個之間 還有他跟這個媒體集團 中天集團的這種心結 我覺得這都沒辦法解開 短時間 除非昨天有一個消息 就是中天的新聞 已經有這個新聞部 有這個大的人事異動 潘主映接任董事長 對 你或許可以把他解釋說 是不是韓國瑜 開始丟出一個感染子 就說我要跟這個劃清界限 那你郭董要不要回來 但是我覺得以郭董的個性來說 我覺得他回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那當然參選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參選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為什麼參選可能性非常高 第一個現在媒體都要報導說 他跟柯市長有見面 那講到說什麼 如果民調贏5到10% 他們就要選 事實上不是這個數字 我覺得數字只要說 他能夠贏韓國瑜一段時間以上 不論多少都OK 甚至小幅落後都可以 只要能夠跟他在誤差範圍之內 確定一個領先的趨勢 比到底領先他3% 5% 6% 7% 來得更重要 一個上升的趨勢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他就非常有意願出來 那為什麼他會有意願出來 我們從很多部分來解讀 第一個就是柯市長之前有質疑他說 那你在中國的產業 是不是要稍微處理一下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8月2號的時候 路透社有刊出一個新聞 就是說鴻海準備要出清 他在中國大陸的這個所謂 廣州增城的面板廠 各位你要知道這個面板廠是投資了大概88億美金 88億美金來說的話 為什麼這個跟郭台銘有關係 鴻海第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鴻海沒有任何持股 但是因為這個是郭台銘自己的持股 是他私人持股 所以整個產業不是掛在 鴻海集團的總資產名下 不是 那這個為什麼會非常有意思 第一個 因為這個增城廠 他是郭董還有夏浦 還有廣州市政府三個合資成立的 你看如果他這個時候真的要選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先把這個處理掉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非常詭異 因為他7月31號才點燈 點燈的意思是說 他才開始準備要開始生產 那今年10月要開始進入量產 結果他在點燈之後 他就把他賣掉 如果按照我們正常的邏輯來說的話 他應該是要等到量產 消逸出來之後 最好的時間點把他賣掉 我投資回收之後 我才去處理它 我就是說我都全部量產出來 我現在還沒開始量產 我一個廠這麼辛苦 蓋了兩三年的時間 蓋好之後 我全部都要把他賣掉 這個不合理 你至少要等到他有效益出來 我高點才可以把他賣掉 對不對 所以以郭台銘董事長 過去做生意的眼光 你看他等夏浦的這個 等了四年一個很低的點 才把他買進來 他那種斤斤計較 那種蜘蛛必叫 做生意的霸戲 他這時候等於是有點傷賠壽 那我如果做這個手板 你跟我做一個評估 因為這個新聞我相關整理一下 切割中國大概88億美金 大概2700億的面板廠 郭台銘參選之物 是否因為這個動作更清晰了 你剛才做一些分析 另外我老朋友 這個吳嘉隆 吳老師 這個老三半 他說鴻海傳球瘦 但是已經不應該是鴻海 應該是郭董 廣州面板廠 經濟學家吳嘉隆說 這個事情會讓習近平很不舒服 他為了選總統 讓習近平主席不舒服 另外有人講說 郭台銘賣場 不是悍然俱衷 而是斷尾求生 評論角度都不一樣 是這樣的觀察 應該這樣說 有些人就說 那是因為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所以他要出新這個面板廠 但是我跟他講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這個持股裡面 有一個廣州市政府 以中國大陸的眼光來說 他無論如何一定會扶植這座廠 不會讓他任何虧錢 即使虧錢 這個地方政府都會拿錢來 對 而且因為他是地方政府成立的 所以他會有很多訂單的保證 很多那些是一定的 而且他可以面對中國市場 他不需要輸到美國市場去 所以這是一個保證賺錢的投資 一定會賺錢的投資 但是他把它賣掉 對 他把它賣掉 所以你就覺得這個時間點是非常奇怪的時間點 要嘛你賣你可以等到10月11月12月去賣嘛 如果我又沒有真的要選總統 我賣他幹嘛 對 而且是在柯市長有表達一些中國資產的時候 他就馬上路透社 關鍵點是 市長有說大陸的資產是不是 所以如果下這個標題說 郭董賣私人投資的面板廠 是斷尾求生 還是向柯P釋出誠意的感染之 您認為 因為透露這個新聞是路透社 因為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今年以來所有報導郭董的 最準的就是路透社 我們全台灣第一個 真的 全台灣第一個消息說 郭董要卸任鴻海董市長 是路透社 第一個說鴻海未來接班人 是劉洋偉的也是路透社 那現在他又放出這個消息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郭董他們那方面的人 有意無意的放這樣的消息 你可以某種程度來說 他是在說 對社會大眾說明 他的大陸資產這個部分 而且你也可以說 他是在跟柯文哲 你的問題我有所回答 我覺得可以這樣解釋 像柯市長递出感染之 某種程度也像習近平主席說 我要做一個獨立的參選的 沒有任何牽掛的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可以這樣解釋嗎 應該也是可以做這樣的解釋 他可能某種程度來說 因為他這次選舉一定都被 人家說到大陸資產那個部分 那他大陸資產其實 依我現在的分析來講 鴻海 因為鴻海他是台灣的上市上規公司 你要說他的資產都在中國大陸 其實沒有 因為他是以鴻海為主的股票 他其實現在名下唯一 最有可能會被攻擊的就是這座面板場 因為是他個人持有的 而且是他跟廣州市政府 這種很敏感的東西 必須非常果決來處理他 對 一定要把它處理掉 那處理掉的意義就是 我就講 從財經的角度來看 以郭台銘那種非常斤斤計較 非常會打非常精明的算盤 他不會在這個時候賣 他在這個時候賣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他在做好所有的準備 等到東風一吹 他馬上就發好事件 為了選中華民國總統這件事情 請做好所有的準備 OK 發言人 人家誠意也蠻多的 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郭柯密會內容曝光 郭董當面問柯P 要不要來幫我 要幫他打三天嗎 OK 那這個郭台銘 不但當面問柯市長說 要不要來幫我 還霸氣的對柯說 那我們就來討論如何贏 柯則當面獻撤 不但點出郭在國民黨 初選期間的缺失 柯市長對他這部分是蠻同情 說你有夠熟 你有夠單純 唸一皮都不知道 唸一皮是我講的 所以要郭一定要改 OK 改一個新的心態 來面對這場艱困的選戰 這部分 發言人您的回應如何 其實我想最近大家都在討論說 這三位就是郭柯王 到底有沒有會面 會面又談什麼 那我相信各方的發言人 甚至這三位巨頭的本人 都已經對不管是週刊內容 講到說有沒有談到不分區的比例 講到內容大家都有很多的反擊了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對這三個人有興趣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這三個人 其實我們看起來一個是產業 台灣產業的巨部 一個是有17年經驗的立法院的院長 那甚至一個是台北市首都的市長 所以這三個人在各個不同領域 包含你有行政的執行力 那你有非常大全球的一個商業決策的模式 甚至是說你有政黨的運作的實務 所以這三個人加在一起為什麼藍綠這麼怕 因為我覺得這個也是為什麼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大家一直在講焦慮不安的出口在哪裡 是因為大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這一組 可能成型的候選人上面 那我覺得很多人在問說 那到底柯要跟郭佩 還是郭跟王佩 還是柯跟王佩 這幾個佩 我覺得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在上面 也就是像我們前天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立大會上面 其實有特別提到民眾黨 它我們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包含民意專業及價值 那如果在這三個上面 這三個原則上面是有共識的 那我覺得未來不論是台灣民眾黨要推候選人 或者是我們要去支持其他的總統候選人 我想這三個原則是不會放的 那舉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來講 其實像最近在市長有開始討論到阻擋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甚至在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觀察到在網路的聲量上面 其實有一件事情的聲量非常非常大 大家應該都沒有發現到 最很有意思 就是托育補助 非常特別喔 在所有政黨要成型 然後在這麼激烈的總統競選的討論上 居然托育補助是拔得頭籌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確實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他也在台北市創先走出一個托育向下延伸 那在2到3歲的時候加碼了2000到4500的一個補助 那甚至當然中央也有相關的一些作為 是否曾經跟郭董的0到6歲 國家養或是國家幫忙養這概念 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正想講的就是 其實如果在對人民有利的政策上是有共識的 不管是國家幫你養 還是國家跟你一起養 我覺得如果對人民的福祉是最大的最有利的 那合作有何不可呢 我覺得在這個立場上面 我們是樂觀啟程的 OK好非常謝謝施宇的發言 我常開自己玩笑說 我這沒當沒牌沒錢 買菜叫做台灣丟丟黨 說實在其實我們對兩黨也沒有天生的惡意 但是這麼多年的藍綠的所謂政治選擇 事實上讓很多人失望 網路上我一些年輕的雲友們 常常寫這個手板叫做佳哥 藍天眉眉有烏雲 綠地處處也是會看到垃圾 我想藍綠我們都得罪了 這藍的罵說你今天不夠藍 綠的罵你這個不夠綠 我都頂下來 但是真的很多年輕的 比如說大概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朋友都有這個看法 我自己也常講說 台灣不要三中媒體 但是台灣要三中選民 要這些立場中間訴求中性 價值中道的朋友們 你們的大團結 才是國家未來真正的希望 於是 好 好 好 但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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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